新動土 國內電動車大廠看好高雄市具備金屬材料及緊密加工技術 計畫在當地建設包括電池 電池型 儲能系統到整車製造 一條龍的完整電動車生態系 會投資60億新台幣 未來會在橋頭會有一個量產的場地 隨著全球電動車需求持續攀升 高雄市府也積極爭取國內大廠進駐 將高雄市打造成電動車的製造基地 接著張智仁SNG小組高雄報導